苹果前主管受到刑事调查 被控窃取并泄露商业机密 10月9日消息 苹果前物料主管西蒙因涉嫌向媒体为公开产品信息 而被冬假起诉 现在他又因涉嫌窃取商业机密 而受到刑事调查 当地时间周五 兰卡斯特的律师提出动议 鉴于盛克拉拉县地方检察官 正对其当事人进行刑事调查 请求法庭暂缓苹果的 动议中称 如果两项诉讼同时进行 兰卡斯特将处于两栏境地 他必须在行使宪法权力反对自证其罪 和在民事诉讼中为自己辩护之间做出选择 兰卡斯特的团队正在提供信息 以满足调查要求 并努力在诉讼中与苹果达成和解